第1章 此彩 7 天 即天破案 7 天 天 天 第1章 杀气 他终于出现了 男人要尽快 我必须回去 你现在进入我们的幽静 打开 我有权利行使一个警察的职责 那有没有一个姓姜的吗 我的确恋人 你让我很难过 你胡说 我是为冤枉吗 你什么个没有 别动 别动 放弃 你这么混蛋 交出你的警惠合枪 我反对 根本就不是人 你不知道该战于多大 是 是 赶紧死去吧 我生会弄到你 不如和他们见面 你来抓我吗 咱们可都是有暗鬼的人 不 你是个警察 江少尉 这家约别的 你没钱 云县长 黑兰满 ῦ VIN 有看到癡 好 什么火事 什么事啊 你听讲 比火烧生还麻烦呢 今天上午海关集资队 在海上南极一艘 企图抢摊的这个快艇 结果在这个快艇上 收出了两千万 百元面额的钱币 问题的关键 这一批钱币 根本就无法鉴别 我们通过 技术处的 和银行的 发挥专家鉴定 这批钱币 跟针币 居然无法分别 刚刚行政队的同志们 打来电话说 在这一批钱币上案之前 已经有两批先上案了 具体的数目是多少 现在还不 小孙 马上通知杨埔厅长 和有关部门的人员 半个小时以后 到这儿来开会 是 那么 甲钞的样品带来了吗 带来了 甲钞的样品带来了 省城二哥的人 又是英语专业 我看行啊 现在 我急需这位人才 上一次在码头 那笔生意 就是被一个半吊的英语 给耽误的 看上她漂亮了吧 好了 六叔 就这个小丫头 她永远不会了解公司的机制 我们不要为这点小问题 再耽误时间了吧 你有你父亲的一半就好喽 我这么辛苦 保谁的家 护谁的行啊 那您老决定吧 我 就不管了 恐怕 现在做决定的 不是你我之位喽 怎么样 抓到人了吗 阿龙 带带你一下子起来 队长回来了吗 还没有 但是打过电话来了 说廷里正在开会研究 已经上报道部里了 让我们随时等的消息 对了 这个是我刚刚从网下的 刘正刚我给你资料 又是个老手 你说这帮人的假钞 是从哪儿晕起来的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就凭这帮虾兵蟹这样 不可能搞到制作工艺 这么高超的假钞 那你们的意思是说 有人在后面掌控他们 绝对有这可能性 你想这老乡都不说实话了 肯定是迫于一些幕后组织的压力 这势力够大了 行 我看谁整得过谁 是不是小队 你小队 你那儿表姨态啊 小队 你那儿表姨态啊 在这儿 又说这公司的言马 老腿有点惯 反正你就放松点 问你什么你就说 走 小玥 我没生意啊 老师吧 等我了 这些生意怎么样 不行 还行啊 好 香港同胞 又来换港币 不 我找六叔 要不要喝杯茶 好 你是香港人吗 就算是吧 那怎么不说广东话 我 我也算是本地人 所以 互相随俗 上次不好意思 又是 小儿的朋友 一会儿我第二次见面 好啊 一会儿喝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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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小雪 你是谁啊 你们队长呢 你是谁啊 我是菲儿 我们队长不在 他忙着是吧 是这样的 你能不能告诉他一下 今天晚上我找他有事 我知道了 在老地方等他 菲儿姐 您放心吧 我都记住了 最近案子有点困难 所以萧队心情不大 我知道他可忙 忙着抓犯人选犯人 但是你告他一下 犯人和我必须二选其一 行 我一定转告他 再见 局长好 局长 您怎么来了 小胡啊 你们队长呢 萧队训练去了 遇的案子就这样 要不我把他找回来 不用了 我路过这儿 我有几次找他 你让他半个小只一类 到局里找我 是 小队 小队 唐队长呢 你半个小只之内 赶快不在办公室 半个小只 什么事那么急啊 我也不知道 你就快点去吧 好像发生什么大事了 你干吗 你干吗 审厅和部理 都做了紧急的部署 马上成立专案组 全面倒查这次案件 太好了 你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汪磊那儿已经有了突破口 还在一点点往外挤 目前初不了解呢 是第二批假币的运送人 叫刘正刚 假钞是昨天凌晨上案 数目还不小 第一批假钞 现在的运送人和规模呢 我们都还不清楚 刘正刚正在搜捕当中 好 小队 你现在跟我去一趟机场 机场 接谁啊 上厅行程二处的 程处长人 走吧 哪天啊 你在哪儿― 肯定 这呐江城 叫六硕 六硕 走吧 李叔啊 这是他的简历 您先看看 李叔啊 这是他的简历 那年你几岁 十四 香港还可以吗 回来干什么 这几年经济不景气 回家乡混口饭吃 那为什么要去保龙啊 其实我也不太懂 是顺哥推荐的 看你完完气 都干过什么呀 平时 就是帮人家抄抄血血 搬搬东西什么的 小子 你可不只是会抄抄血血的呀 六叔 您好眼力 我之前的九龙 还跟着几个大哥混过一段 混过九龙 干过什么 就是跟着鸡哥 犯犯私货 收收钱什么的 卡鸡干过 这小子现在怎么样了 鸡哥一直都挺不错的 后来因为私货的事情进去了 关在赤柱 可能要柱上紧 小兔子 他那只手怎么样了 手 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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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没坏啊 我记错了 六叔 茶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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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雷啊 你开错了吧 上飞机场应该左转上高速 你这是往哪里开啊 我知道 我顺路解决一个难题局长 我就不会耽误时间 解决难题 什么难题啊 喂 我一分钟就到了 快点啊 飞机已经到了 我知道 一分钟就回来 嗯 他刚才说 解决什么难题啊 还不就是约会的难题呗 约会 来 来 我找人 对不起啊 我太忙了 把你生儿给忘了 哎 先生 点菜 现在可以上菜了吗 上菜 刚才这位小姐都已经点好了 请问你还需要再加点什么吗 不需要了 一共多少钱 一共多少钱 生日快了 礼物明天不给你啊 好 一共是两百八十元 哦 嗯 嗯 嗯 还有 嗯 哦 这不是 哦 我还有 嗯 我喝了 剩下的你给补上吧 我今天没带够 改天还给你啊 我还赶时间 所以 你就替我多吃点 再见 小林 搞什么名堂 都什么时间了 我出了点小事情 你不进吗 不会有问题的 快走快走 小林 搞什么 有初 您看这孩子行吗 要是行您就点个头 不好跟钱总汇报回去 要不 让他跟着我先跑跑腿 这是 在意吧 在意吧 那好 那您老先歇着 我改天再看您 六叔 再见 再见 六叔 六叔 外边我都收拾好了 您早点歇着吧 二人 你觉得这个小子怎么样 我不认识她 不好说 我不认识她 不好说 没关系 说说看 看样子挺精干的 不知道人老不老实 二人 你去告诉阿顺 这个孩子可以试试 哎 哎 去哪儿 对不起 来 陈处长 哎呀 一路辛苦一路辛苦 还好 这是我们处理最优秀的技术员 防伪专家萧桐 欢迎欢迎欢迎 这是我们新警队的队长 萧雷队长 小叔长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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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看着 给您安排点别的事干 行 公司拥有人要过六叔这一关 这没办法的 哎 你有本吗 本 就是开车 开车我会 哎 英语呢 英 英语 好 去 哎 哎 顺哥 嗯 不管你这事成不成 我都要谢谢你 哎 兄弟之介 顺哥 六叔让我告诉你说 他可以到公司试用 六叔 谢谢啊 我能知道你叫什么吗 邵靖然 邵靖然 我 我叫江澄 你好 你好 哎 我看你们俩挺有缘分的 要不咱找个地儿喝点东西去 我知道你们这儿有一家 特别好的红茶馆 今天就算了吧 我有点累想早点回家 那好 改天吧 改天再喝你泡的茶 再见 再见 焊疏 好 钟 就先来 你看到你去走 你这样走 行 我们也知道 看见吗 公主 那天啊 小姐 是 草小姐没去就回家了 江仔 你敢没感觉到 什么 杀气 你是说 那个小子有杀气 二人 杀气 法国是我们的国家获得的潜伏会有的力量 发展慢运区势也起到了一个基金 中美玲小姐是香港著名的企业家慈善事业家 也是我们四名岛人的同乡 中女士此次为我是教育事业的捐助 充分地显示了她的家乡建设事业的热衷 这是本台记者李小飞为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小飞 小姐 附近有没有网吧 网吧 网吧 有啊 网吧可熟呢 网门 网门 干吗 带张大哥去网吧 这孩子啊 网网吧都玩疯了 早饭没错 网门 附近有网吧吗 有啊 你带我去一下 你要去网吧干吗 上网上去聊天 玩游戏吗 游戏早上怎么样 时期呢 有没有QQ号啊 我还是自己找吧 我带你去 我知道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 网速还快 你等等我 我手机上有两个网吧呢 这边不错 这 这边也不错 来来来来 还是这边吧 不 你又说了 听我的 你知道吗 这边网速快 我可以这样接 别受了 晚上还不是我的鞋子吗 陈首长 这是我们头疼的事 我们所有的验钞设备 所检验的结果 它都是真笔的 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 那就不是对我们的私民党吧 那将是对全省乃至全国的金融系统 和老百姓的生活 那将是在南京的打击 市委目前还不清楚案情 那现在正是时候 我们直接去宴会 我们正是时候 好 我这儿 这边话绝对没问题 哥 哥 我已经通知周哥和肥仔了 警察已经查不到他们了 什么 这么说 他们知道我们的货了 哥 第三批货在警察手里 咱这第二批货在咱手里也好不了 我看这事快点好了 什么事 好 好 好有得把货带着 我还看怎么走 在哪里啊 在外边 走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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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这样 你先走吧 这事不用再提 听闹 咱们也得赶快转移地方 怎么了 别说了 去看一下严谋严实 怎么了 你出什么事了 我能出什么事啊 那可不行 我得回去跟红夏姐说一声 今天我搭班呢 那你去换点艺术 才带我你的东西 好 那你远着我 快点啊 红夏姐 你怎么进来了 你怎么进来了 是不是外边有什么事了 我想晚上请个假 请假 你怎么又请假啊 是不是肥仔又回来了 你们这些人哪 根本就不明白 你现在是在工作 不是在跑歌舞厅 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不过 今天还是应该的 我也是女人嘛 肥仔回来了 该回去 走吧 谢谢红小姐 谢谢红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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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老唐 客帮你等着了 大忙人 实在是事情太多 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好了 不听你说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香港中市集团的 钟美林小姐 这是我们市集唐局长 钟小姐 幸会 唐局长久仰久仰 希望以后能够多多关照 谢谢红夏姐 一定 一定 小市长 有点事情 你看你能不能 钟小姐 我先失陪了 爸 这位就是省厅 行政案处的 程处长 程卫方总工 邓厅长 您好 欢迎你 您好 这位省厅技术处的 消防部署 谢谢了 欢迎你 同学 她们是一位省厅技术 还真是一位省厅技术 我现在看到了 很漂亮 不仅是一位省厅技术 未来省厅技术 你不仅是一位省厅技术 你不仅是一位省厅技术 不要紧是一位省的 对对 嗨 嗨 嗨 我们上楼 准备 怎么样 不错吧 这个贵不贵 不贵 不要钱的 这是我朋友开的 借我空位 坐这样吧 好 你要上什么玩家 我帮你上 不用不用 我知道你都会 我就看一下戏箱 你去玩吧 好 你去坐那边 照理说 这些钱用传统印象机 根本不发现出 是 知道一共有多少吗 还在调查当中 那你们预估 会有多少 已经进到了市场 前两批 只能比这次多 我想知道有多少 告诉我你们的预估 有可能超过一个亿 或者更多 上不去了吧 上不去了吧 你上的是加了密码的私人网站 在这根本就上不去 那这个怎么上去 回家 走吧 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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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案了吗 还在研究呢 这么大的案子 到现在还没有个可行的方案 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啊 可行的方案已经有了 不过有个前途 必须实施封锁 封锁 我们必须马上封锁 四名导师所有的金融流通渠道 把假币全部封锁在犯罪分子手中 有个人吗 没有人 我没有人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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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钱还给他 没拿他钱 没拿 放了他吧 他没拿我钱 滚 你没事吧 没事 走 你们干吗呢 没看过自己家人吵架呀 回来看这事去 操我什么份子呀 走 讨厌 你操我了 小伙子 要不要进来坐会儿 结果 江大哥 你干吗要上别人的网站啊 你要知道 那是黑客才能上的网站 你是不是想知道一些秘密啊 或者你肯定自己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王文 干嘛吗 不干嘛 聊天呢 小姐 姜大哥 你不会是黑社会的吧 我看也不像 姜大哥 姜还好玩吗 电脑的网速快不快 会吗 我妈每次给我零花点都特少 我都不够花 每次我都把它悄悄地长起来 老板娘 我开店房 按小时算还是按天算 谁店 一天六十块啊 一小时十块钱 你登记一下啊 你需要睡的时候说一下 我让你儿子送过去 帮我朋友 帮我管 小姐 刚才那两个人 你带你一块钱 你还是金姑妹吧 铁哥 干嘛去啊 这么着才好 干嘛去啊 铁哥哥 铁哥哥 干嘛 干嘛 铁哥哥 铁哥哥 干嘛 铁哥哥 干嘛去呢 对啊 你看看我干嘛 铁哥哥 这么多钱 哪儿那么多钱啊 这你就别问了 小妖精 这钱你都给你的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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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怎么样啊 市政府开会了 恐怕啊 案子要发 如果他们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保龙那边的意思是 要尽快运出去 他们以为 还来得及运出去啊 大姐 咱们也不是小到小闹的生意 主要目标还是在内地 我看 要不再等等 出去的机会 应该多的是 是 马上帮我联络保龙公司 我要和他们见面 大姐 我我跟你说 就刚才 就那两个人 大老大 我给你那个大老 你给你钱 什么钱 一百块钱 什么一百块钱 放口袋里那个 没有放口袋的一百块钱 你别 我是想跟你换 他们不是走了吗 我想换个新钱 我本来也是要还给他们的 对对对 他们俩走太快了 我这都追不上 我这我这我这 都要不要 还要了 他就obile 给我 么 你你走 你们快要去 你走 行 你路口呢 你走 那只能也别回来 是 谢谢丁哥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人可有案底啊 一九九八年因抢劫罪判刑三年 此人生性凶猛 去年刚刑本释放 大家参加行动的同志 做得小心点 南港居下关村 小川你带第一组 是 杨亮你带第二组 行动 走 二位小蕾啊 这么重要的行动 你怎么不参加呀 我现在是训练时间 那你记住了啊 刘正刚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现在市里正在研究对策 等他们决定下来之前 你要是能抓住线索 截住甲壁 那就一切都结束了 道理谁都会讲 本有那么容易吗 你怎么回事 道理 你也是要有人讲 我走了 我走了 跟我走 我要走了 因为爱情不在了 朋友远去了 人情模糊了 因为世界变了 心情真的淡了 只有一路走了 报告 处长 邵静燃 我长大了 因为不再疯狂了 找到那个箱子 成往事了 他们不再美好了 很多人变了 很多事变了 请你相信 渴望热血 如昨天般飞扬 我说我爱她 你让我去 我在路上 想着我飞起来的样子 我在路上 离开走着的人们 我在路上 离开走着的人们 在路上 我能相信你吗 在路上 迟到已经生长 那一刻 我真的 流泪了 那一刻 我真的 流泪了 在路上 后悔吗 不后悔 做了警察以后 就什么也不后悔了 对不起